莫巴佩面临停赛在上周末巴黎圣日尔曼4比2击贝尼姆的比赛中,莫巴佩打进关键电球,但在比赛最后时刻,他由于抱负推散对手被直接红牌拔下,据法国媒体报道,他可能面临日常达到5场的停赛。 当比赛进入补学阶段,阿里已经4比2领先尼姆,莫巴佩再一次突破时被对方的萨瓦尼耶胸狠放倒,起身后的莫巴佩狠狠推反了萨瓦尼耶,被裁判果断罚下。 李昂被罚下法国媒体RMC Sport,报道,如果姆巴佩这个红牌动作,被认为是故意犯规,他最常可能被停赛无常。 缺席接下来对阵送阿里安、雷恩、蓝斯、密斯和李昂的比赛。 虽然李昂先赛季开局不佳,但他们被认为是巴黎的争冠对手之一,上赛季李昂还曾2-1决杀过巴黎。